吴一华终于回到台湾了 阔别十年他的心情如何呢 连线到现场来听他自己怎么说 好 直播相隔十年台八混血 吴一华终于在各方的协助之下 预定在今天晚间会抵达台湾 根据了解 目前他的班机已经落地了 现在正在通关当中 现场在街场搭计这边可以看到 包含他的叔叔 婶婶还有坦哥们 今天都特地从高雄切定北上过来 这个街场搭计准备迎接他 现场可以看到他们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花束还有布条 就是要看看很久没有见面的吴一华 根据了解的叔叔 他还特别准备了一只手表 准备再回到高雄的时候 特别拿给他 就是希望这个吴一华回忆起了 这段相隔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根据了解吴一华在今天晚上的行程 会先返回台北 在台北的饭店的定居 因为明天他还有个行程 是要跟福伦市来进行餐序 稍待一会儿他部分的亲友 也会跟着他们北上 直到明天 明天的活动 才会先回到南部这边来祭祖 接下来吴一华还有一连串 在中部环台的一些活动 预计10号才会再回去跟家族活动 这次行程预计总共16天 在19号就会返回巴西了 稍后吴一华这边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 我们将会持续过去掌握 先把时间还给国内 我们看到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吴一华在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只有8岁 不过现在他已经是个18岁的帅哥了 那么今天抵达台湾 他经过了20个小时的飞行 可以说是非常疲惫的一个状况 但是画面中看起来他的精神相当好 根据我们的记者回报 在刚刚香港转机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 他不断的在背诵他的中文讲稿 因为离开台湾太久 中文不是太熟练 但是他知道在机场会有很多记者要访问他 所以在刚刚还特别演练过一番 在机场也接受了一些短暂的访问 那么他的叔叔今天也非常兴奋 特别穿着新的皮鞋 红色的衣服 还要送给他手表 这个手表就是记录了这10年的光阴 要告诉他 家人都非常非常的想他 同时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从来在1月10号到12号 吴宜华要住在叔叔的家里 虽然回到台湾他有16天的时间 但是由于形成满党 所以他在住在家里的时间 根据了解大概只有5天的时间 我们再次把镜头交给记者高家福来掌握 吴宜华说了什么 有10个人稍待会大概会有一半的人跟着他们回到台北 另外一半的人会先回到南部 等准备一些相关的物品 像是房间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要准备 好好在明天等到吴宜华回到南部之后 能够好好迎接他 现在再稍待一会 我们就会看到吴宜华缓缓出的机场 稍待如果还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掌握 先把时间还给宝内 吴宜华在5号的上午有个很特别的行程 他这次是阔别10年之后 第一次要去祭拜他的王父 当然吴宜华的身世非常的坎坷 从小父母双亡 那么最后在法律强制执行之下 被迫跟叔叔分离来到了巴西 在巴西他曾经一度误入歧途 不过我们看到他身旁这个养母 可以说是非常的伟大 用爱心跟耐心陪伴他 也感化了他 那么现在的吴宜华已经是一个阳光少年了 今天在机场我们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都很好奇 大家回头张望看看是谁来了 那么原来是这个吴宜华 现场有许许多多他的亲友都拉着红布条等待着他 同时有很多的媒体记者想要采访他 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场这边机场大厅的速度 他们已经把花捧起来 因为吴宜华现在已经快要出现在这个机场大厅 他们现在已经缓缓步到这个布条的这个方向 他们已经在现场准备要拉起布条准备迎接吴宜华的出现了 可以看到这个叔叔的神情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毕竟已经相隔了十年左右 过去的吴宜华呢 其实也跟叔叔相处了大概三年左右 其实两个人他们跟叔叔这边的关感情呢 其实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他们也非常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尽快的见到他 其实他们私下也有小小的透露 其实认为这次吴宜华回来 其实就短短的16天 这样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现在可以看到现场呢 包含他的叔叔还有婶婶 他们都在非常开心 神情非常喜悦 因为就快要看到吴宜华出现在这个机场了 而接下来稍后呢 他们会直接送上他这个电子产品啊 还有这个花束呢当作礼物 稍后呢等到吴宜华出来 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吴宜华 好各位观众 针对吴宜华这16天的行程 请您随时锁定中天新闻 我们有最新的报道 也请您锁定 稍后周遇情的八点新闻 继续有吴宜华返乡之路的特别报道